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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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旭敏彩场》 今天是2021年12月23日 明天就是平安夜 无分宗教信仰同尖基督池外 耶稣降生的日子 10月25日 香港有假期 看到那些日历 还有那些赛马日 27号跑马 星期日没有马跑 哈哈哈哈 今天呢 大家在我们这个新的直播室 都有些圣诞的装饰 现在就不断了 有些气氛 我今天就更加晨 穿上西装 虽然还是负伤 前两天就去复诊 看过那两口钉 有两口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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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了进去 那就是因为那个 车掉了 手指弓是很麻烦的 所以现在只有这四只手指弓可以 那 好了 如果我们写稿怎么写呢 在那里说 急完之后看有没有错 就用手指来画 因为我不懂得输入 你明白吗 所以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大家多多捧场 帮我share 那一篇癫狗那一篇執室 是不是 有声演 有在YouTube那里帮我们share 是不是 叫多些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 MyRadio的YouTube频道 对不对 上次我们说过 对不对 刚刚我们才看到 有些数据 那我们上个月 Youtube就黄标我们 令到我们就没有了 四万元的广告费 四万元港币 不是台币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交台费 就比较重手一点点 弥补这个不足 对不对 对我们来说 几万元都很伤的 现在说一说 不是一个人吃饭 大哥 一个人不饱 全屋人不饱 那就可以了 不是的 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但是也是要开支 香港又有写字楼 又有直播室 这里又有直播室 是不是 那些节目都在做 是不是 虽然我们有些节目 看的人不多 但是我们继续继续维持 有在的 大家有留意到 对不对 我的节目 相对来说 我点击率比较高一点 还有多些人听 这个是事实 对不对 但是我一个人做 做来做去 这几个节目 虽然我们现在 都会有些新的节目 因为你如果不去转型 不行的 但是我们的基调 是不会变的 OK 我们那个所谓反共 和那个所谓 争取自由民主的立场 我们是不会改变的 对香港的问题 我们一样是非常之欲紧的 该要铲他的人 一定是铲到他 像天花板 没得了 有些人对我们来说 对香港人来说 包括我在内 那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是敌我矛盾 比如特区政府 这个是敌我矛盾 共产党一定是敌我矛盾 绝对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对不对 大家的想法 藍然不切 不要紧要 政治理念 你共产党 你共产党 有我们一套 没有所谓的 西方这些民主国 当然是垃圾 你可以这样说 大家政治 政治见解不同 但是你那个政治 的理念 你是在控制香港人 你那个政治理念 是在控制那些 跟你不同政治理念的人 是在打压跟你不同政治理念的人 比如在一个自由社会 甚至在台湾 你可以支持蓝营 你可以支持绿营 大家的政治理念不同 但是 你不同政治理念的 有权那一方 要打压 无权那一方 这个就有问题了 包括台湾今年的民进党 如果你问我 已经和共产党没什么分别 如果你问我 不过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家 是这样的 对老百姓来说 就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但是对那些在野党 因为台湾很奇怪的 这个是在野党监察执政党的 对不对 在台湾就不是的 是执政党监察在野党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执文哲说的 对不对 我们反极权反专制的立场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一息上前 我们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做这些节目 或者这个所谓的网台 究竟可以生存多久在香港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今天我现在在台湾 我们一样是要 就是继续 言歌不哲 我们那个 过去的那个立场 大家可以看回我们的记录 对不对 那么多年来 有没有丝毫的改变 包括你抹黑那些 抹黑我的那些人 你都说不出 我有转过台吗 我有赚过共产党一句好话吗 对不对 我们这个是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没有改变的 对不对 到死那天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共产党是不会改变的 明明是一个 300万人杯葛你的选举 你只有百多万人 你都唱到天花龙鳳 这才是真民主 那些面皮可以厚到这样的 这个已经不是大家理念不同了 大哥 对不对 我们中国威权统治 你又不敢自己直接承认 我就是极权统治 你还要说自己是民主政治 中国最民主 对不对 那些投票率98个人 想缔造历史 这么无耻都可以的 都不要紧了 你无耻 是吧 你指鹿为马 是吧 你不分是非黑白 都不要紧了 没所谓 但是你有权 你在控制香港人 是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不是不同政治立场的问题 你这些建制派这些垃圾 你不要经常说 你以为你美国很民主吗 是吧 我们中国做民主 香港这些 现在 包括叶刘淑然也好 民建联也好 你也好 你也好 你可以说不吗 对于你的选举制度 因为这个选举制度 对你有好处 是吧 是吧 九十席 那你拿十九席民建联 就叫做最大党了 是吧 但是其他那些 全部都是建制派来的 其实就是只有一个党 是吧 背后控制你的就是中联办 所以我昨天那篇声演 立法会就变成人大 党委就骑着特首 这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 但是现在这个政治形势 立法会变成人大 是吧 然后这个党委 党委的意思就是 中国共产党 是吧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党委书记 是吧 诺惠宁 就是中联办 党委就骑着你特首 你从董建华 曾荫权 你一直数下来看 现在是真真正正 这个中联办去控制整个特区政府 包括立法会 是吧 就是你中联办 有没有约法官去中联办吃饭 就是真的是一个问号来的 老实说 是吧 那时候不会搞那些法官的 尤其是李国能做中审法院 就是 劲头的时候 你不可以斗那些法官的 现在 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 那些法官会去中联办的 是吧 你哪有司法独立 是吧 那你说你那一套 是吧 那我们说我们那一套 是吧 那如果大家 地位平等 这个没问题 真理越辨越明 但不是的 你有权 你控制香港 是吧 你那一套 我们吃不消 你那一套 我们没办法接受 但是你在控制着我们 在控制着香港人 是吧 在打压着香港人 是吧 那今天的主题 就是要讲林郑月娥 究竟她会不会连任 具体地说 是吧 在2018年的时候 她上去见习近平 见完之后 我记得我19年年头 做这个棟督少的时候 我就已经说她一定能连任 如果是2018年的情况 接着到19年 20年 2021年 我们将这几年 就是这个林郑月娥去北京述职 除了2020年 就是去年 因为疫情 只能够视讯 是吧 17 18 19 2021 明年就没得见了 最后一次 因为她任期到明年6月30日 明年3月份 就要选新的特首 你看看这几年 她去北京述职 旧时的特首在北京述职 重点就是由国务院总理 去见香港特首 或者澳门特首 然后国务院总理的说法 因为她等于是直接领导你 对不对 就不是由国务院总理的 国务院总理的特首 那不是述职 那是行礼如意 述职 你跟谁述职呢 大家搞清楚述职 两个字 述职 述职 就不是跟你习近平述职 大佬 当年也不是跟 梁振英 都不是胡锦涛述职 是吧 喂 你特首选了出来 那张任命状 任命令是谁发的呢 是国务院总理 所以真正的述职 你的职务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 你去述职 你是见你的上级 你去述职 等于大陆的省市自治区 是吧 四个述职 北京 上海重庆 天春 去述职 那你跟谁述职呢 从行政单位来说 当然跟国务院总理述职 怎会跟江泽民述职呢 怎会跟胡锦涛述职呢 怎会跟习近平述职呢 怎会跟习近平述职 但习近平不同 他是皇帝 所以大家有留意 在习近平之前 国务院总理的曝光率 有时是高过国家主席的 温家宝的曝光率 是否高过胡锦涛 是吧 朱镕基的曝光率 也是很高的 是吧 你看回以前 很清楚的 是吧 总理很重要的 是吧 总理就是 国家主席就是 president 总统 虚位元首 但在中国的制度 当然不同 总书记 军委会主席 最大权就是他 是吧 但在政府来说 一定是国务院总理 但现在这个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叫做 娃娃总理 这是公仔 是吧 就算报的那些 林郑月娥述职的新闻 都是以这个 就是 习近平 建他的为主 是吧 当然李克强 坐那张不是龙椅 大家有没有留意 习近平坐那张是龙椅 大佬 是吧 这里是刑台 是吧 充满封建帝王气息 是吧 龙椅 是吧 说回 几次述职 等一下我们下一次就会说 是吧 由17年到2021 大家 听我的分析 看看 我的分析就是 根据习近平所说的东西 那这条婆娘 他是不是 习近平 习近平的意思就是 你无法连任 不论你去哪种方式 是你自己要求不连任 也行 通常不连任 不会是 中央政府 或者是中共领导人 叫他无法连任 是不会这样做的 由董建华脚痛下台 到梁振英不得连任 都不是由你中央开口的 都是自己的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那天写了一篇 叫做刺死就是这个意思 死就不是 不是杀死你 是对你有恩典 刺死你 给你一条白灵 给你一杯毒酒 给你 给你一把宝剑 自敏 自艺自敏 自艺就是吊颈 自敏就是这样 割条颈 然后自己毒死自己的 自尋 一定是你自己说的 所以 如果 现在十二月 十月底 明年三月 就要投票选新特首 那你怎么也有两三个月 叫你选举工程给那些契弟做的 是不是 那你林郑月娥 要不要连任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月内 下个月 现在还有几天而已 这个月 下个月 那已经要分晓了 对不对 那当然了 你可以用常理来分析 又可以用非常理来分析 究竟她有没有连任 那我们下一节 就将17年 18年 19年 20年 21年 这个习大大 要怎么跟林郑月娥 其实她拿着稿来照读的 是不是 你今天看电视的画面也是 是不是拿着稿来照读的 是不是 照读稿而已 是不是 是不是 应该是昨天见 昨天下午见她 照读稿 你看到昨天的新闻 是不是在读稿而已 休息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